第五题 对一个已达到平衡的化学反应而言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根据碰撞学说 有物质会发生碰撞 就可能会有有效碰撞 就会产生化学反应 所以可逆反应达到平衡的时候 因为物质都在 所以仍然会进行化学反应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那我们晓得 我们可逆反应达到平衡的时候 B时间会有某一种关系 但这种关系不是莫尔的关系 不是莫尔浓度的关系 不会有莫尔数相同 莫尔浓度相同 或者是莫尔数比要2比1 或1比2这种状况 所以选项B呢也是错的 我们晓得什么叫做可逆反应达到平衡 就是正反应速率会等于逆反应速率 所以选项C呢也是错的 因为正逆反应的速率相同 左边过来右边过去都一样 所以我们的反应无生成物的浓度啊 莫尔数啊都会维持不变 所以选项猪呢是对的 所以第五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反应物与生成物的浓度维持不变 这就会叙述何者正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